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千里迢迢真不容易 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见一面 我倾尽全力 不辜负今天这个下午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这个时间节点恰好是 第九运的九子离火的开启的时间节点 又是全球政治经济 剧烈转型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聊一次天 还是很好的 其实大家对我不陌生 我再介绍一下 我是介绍简历 主要是讲一下子 我做研究和做学术的一个逻辑 我是上了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我学的是财政专业 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个学校 东北财政大学的前世辽宁财经学院 是苏联人原建的 其实那个学校的起步早已建国 当时为了培养中国的财政金融人才 建立这么一个学校 所以他的整个体系都是苏职的 我们入学的时候开始研究西方 那时候去研究西方才入学西方税务 特别是研究美国 就变得极其时髦了 但学校里边有很多年纪非常大的老师 都是流苏的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福音先生 他已经过身了 他带的不是政客 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资本论已经变成选修课了 他就诱导我 要去读资本论 那个时候谁还读资本论 都学萨米尔森经济学 学西方的东西 这个老师很厉害 他说你读 他送我一套 五三年中国的第一版的资本论 他说你可以不读 但是你把它放在枕头边就行了 你跟他睡觉 我后来知道这一招很狠 后来我用这一招 也处理我的孩子 也处理我好多朋友 重要的书放在枕头边 一晚上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是有这一招书 所以就翻 另外他给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 因为在东北 那时候还有粗粮 70%粗粮 细粮只有30% 想吃馒头 想吃饺子 很奢侈 所以他诱惑我 如果你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星期天到我家里去 你可以吃饺子 害得我就使劲翻给三本书 找有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在大学 资本论 通都完了 而且下的功夫 同学们相比是比较深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因为 其实人一辈子 真正读懂的书 有一两套就可以了 读许多 其实也没用过 等我大学毕业到了北京 进财政库的时候 我才开始体会 其实资本论就是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其实就是资本论 只不过是 一套理论 随着时间的延伸 在新的时代里面 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后来 受马克思影响 形成了西方的 左翼的经济学理论 其实你说他们左翼 他们现在也很厉害 比如说 大家熟悉的耶伦 他就是 咸水派的经济学家 他的先生也是咸水派 他们与淡水派 就是芝加哥学派 所成的先民的对立 咸水派算是 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 和马克思的学说的 这样一个派别 在读完书之后 我进到北京工作 那个时候 北京中国改革开放 最快的时候 也最剧烈的时候 老同志都还在 管我的那个副部长 田一龙 田一龙同志 就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 他曾经在警察期间 去发过货币 16岁发币 那一年 他的学历是绰二 但非常成功 我们开始用一整套新的东西 去改造旧的体系 所以理论上 我们这帮大学生 应该等西方 但实际上完全不懂 所以白天上班 晚上穿军大衣 睡替板 找各种能找到的书和资料 那会儿的改 基本上就是个超 中国必须用计划经济时代的 整个的财政体系 迅速进化到市场经济 那会儿我们国民 睡生体制都是完整 上交立顿 要跟良的这样的体系 在这个变额的过程中 拼命的学 所以我们那批人 很多人 我本人就是在报纸上 甚至人民日报头版上写文章 原因就是 因为要变了 你必须解释 你解释还不能纯粹的 一种感觉直觉 必须有它的理论依据 所以就学得比较快 再后来到财政部下属的金融机构 我们进行开 中国经济开发信购投资公司 做信赖部的副作人 95年我就去了香港 当时负责香港的国内参与之争谈判 负责了解和处理香港财政金融事务的 是高强挺直的 我们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 后来是到了国务院当副部长 后来到了SARS的时候 卫生部部长 用直觉 我老说他是用鼻子 他觉得有问题 那一年是95年 他觉得中英谈判 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他说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要一个人 我在财政部曾经编写 第一部财政部的年鉴 所以算笔案子 另外我能写大块文章 算懂 另外我这不是八九年之后 去了中金开 理论上我接触了金融 懂一点金融 所以他说 部里边安排你去吧 我95年去香港 我们今天聊稍微深一点 出门不算 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说点情况 到香港是9月 95年9月 我约略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摸完 那时候参老师还想 当时的事情可能并不了解 我们发现坏了 英文在偷钱 时间非常短促 而且我的调查的方法 是在香港 调查英资 从香港转移走的资金量 这个时候发现 初步断定是五千亿磅 五千亿磅 如果是按当时的汇率的话 已经是差不多七万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连我都不敢相信 极其震撼 报 因为时间很紧 报 报了以后 部里也不相信 又查 查到你还不相信 再报 我远也不相信 再查 查查查查查 到了结了 七年了 后来最大的频道说 回归再寄 放了下 所以我就留下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我开始 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理解整个的过程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 到了 1999年 我知道 改不了了 盗窃已成现实 并且后来 显然 我盗窃的计算 偏于保守 从英国那边回算 大概差不多 将近一万亿磅 一万亿磅 夸张的时候 差不多接近 我们的12万亿 人民币 这个事情就变得 极其严峻 你们今天看到的 香港的衰落 它的内因就是 被逃空了 它逃空的 这个经济学原理 也很有意思 上个世纪 美国有两个 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 会极其重要 一个是经济学家 佛里德曼 大家的熟悉 我甚至读了 他所有的著作 经济学上 他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认为他跟 马克思和凯恩斯 不能相提并论 虽然他也算大事 但是他对 经济运行的 理解的深度 足够深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保罗沃尔克 现在中国打贸易战 跟美国进行 生死的经济博弈 就是他的学生 那个女同学 1962年 贝莱纳德 他是算保罗沃尔克的官门弟子 保罗沃尔克 是上个世纪 财政兼能操盘的 第一高手 就是他 在他精准操盘下 收拾了香港 收拾了日本 收拾了苏联 连战节节 挽救了越战之后 极其脆弱的美国经济 使美国得以在90年代 再次翻身 崛起 成为唯一的打盗 整个的研究过程 可谓精心动脱 因为研究到最后 我才理解 为什么财政必须有一个证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本身 萨奇尔夫人为什么 贵偷钱 我前几年去英国 专门去了夏医院 去看了 萨奇尔夫人的铜像 夏医院只有两个手下的铜像 一个是秋节尔 以下萨奇尔 陪同我的人 问我 我问他 为什么是萨奇尔 他说他很伟大 我说他伟大在哪里 是一位 他说 我知道 如果不是他从香港偷那么多钱回来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来的英国 经济要破产了 惨淡极了 中产阶级已经报纸擦屁股了 弗里德曼是个了不起的军学家 所以萨奇尔夫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她每次飞到美国都会去知大 去找弗里德曼 请教 怎么办 英国怎么办 弗里德曼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必须尽心思路化 可能大家很难理解 就是大英帝国在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70%的经济体系 全部国有完 西线的社会主义 搞得有时候比我们东线更深刻而彻底 一会儿我们再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 萨奇尔夫人明白 必须将所有的国营机构全部自由化 但是萨奇尔夫人说 钱在哪 因为要卖掉他们钱 弗里德曼这个家伙太坏了 本来他应该是一个 可以让我景仰一下子的 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他明确地告诉萨奇尔夫人 香港有钱 香港作为 腾飞中的小龙 四条小龙里面 最牛的那叫小龙 而且可以将香港迅速地资格化 并从中把英国改革需要的那笔钱拿去拿走 历史有的时候并不像史学家写的那样 比如说197年 小球推动大球 中美关系友好 跟球有关系 是197年 美元和黄金脱钩了 美国必须获得崭新的信用支撑 他们选择了中国 当然我们的伟人也选择跟他们的和解 1982年 马岛霸爆发战争 阿根廷打完了所有的英国殖民地 都在讨讨讨论 归属问题 萨切尔夫人 1983年 来中国 见邓阿平 我们很自豪 她摔了一个跟头 我们主权 要 治权 也要 什么都不给 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我们胜利了 但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萨切尔夫人 心里面 已有第二套法案 所以 1983年 12月 香港 取消了 取消了港币的法币地位 主权法币的地位 变成了 美元兑换券 诸位都去过香港 都用过港币 但是我知道 我今天带来 我知道 很少有人仔细看钱的 每一句话 这是人币 这是港币 上面有四个小字 平票即付 不管是汇丰的 渣打的 中银呢 你拿这张纸 放在银行桌上 它就会按7.75 给你兑换成美元 从那天起 香港没有货币 这是美元兑换券 香港的金融主权 1983年12月份 拱手相让 并且是获得我方 统一 1984年12月份 吉尔夫人跟赵紫阳 在人民大会堂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其中有个附建三 关于香港土地问题 我们出让了 财政主权 然后香港在短短的 12年时间 房价涨了7倍 所有的香港最优质的土地 都在英子手上 香港 戒线街以南 九龙 包括港岛 是英明王的私产 戒线街以北 是我们租借给 英国政府的 那是政府的 租赁的资产 整个的处理的时候 其实 戒线街以北 还是个农村 因为知道要还 所以它不经营 但戒线街以南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经营 已经变得非常有价值 整个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通过超级帝族 进行了套现 所以我最后 将之在理论上升华 借用马克思资本论 形成了我的超级帝族 帝族理论 来介绍香港过程 我自己感到 感到一些 我不能说叫悲壮 我是感到气量 就是我1996年 已经完成的事情 发现的事情 36年过去了 现在是2024年 我没能阻止香港这场 没能阻止乡场的一路下沉 今天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香港仍然在加速下沉 没停下来 我不敢想象 今年下半年 香港会发生什么 我只能是一个基本的预见 还好大家可能在想 没有资产 香港到了六七月份 就会出现房地产的全面爆破 崩溃性 今天年底 香港经济可能会出现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现在正在发生 正在进行使 所以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就是 你看到了 你说了 但你拦不住 略敢安慰的是国内 我为什么在1999年 变成了香港的专栏作家 因为我知道写报告 没有用 我决定写文章 所以我成了香港 国外的所有的报纸的专栏作家 还有新报月刊 亚洲周刊 两篇重要的文章 一篇是香港的超级帝宿 其实是介绍香港是怎么被抢 还有一个文章是回到1983年 这是谈金融问题的 第一是谈财 第二谈金融 香港的金融是怎样堕落的 怎样衰落的 怎样变成了一个劫略的工具 整个的研究历程 形成了我自己 对香港 对中国 对世界 一套看法 也算是我的 这个研究过程中 慢慢形成的 一整套的方法 我回北京 经常会 因为我跟社科院的关系 比较密切的心 就会跟清华北大 清北的老师们 有剧烈冲突 因为 我使用的方法 是笨的 我是学财政的 我通常 就是看 一个国家 像美国 我连读28年 不但是读联邦预算 还读州预算 英国 日本 中国 香港 台湾 我都是连续跟东西 超过28年 我更像是个老中医 切脉 切了28年 我知道他病成啥样 什么时候会死 我知道 但 你知道 这不符合 当代 经济学的 研究的方法 所以经常会有 剧烈的冲突 有的时候冲突 非常激烈 我一直在强调 所以我的好朋友们 同学们知道 我主张 用无违法 看世界 不沉浸在 有违法里面 我今天 一再地 跟大家讲 请 用有违法 打开你的视野 请你 上帝视角 看世界 看人生 看一切事物 那么 什么叫有违法 什么叫无违法呢 当水 当水 冰到零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冷 当水 到一百度沸腾的时候 你会觉得热 冷和热 是有违法 结冰和沸腾 就是无违法 它是现象 跟你没关系 当你带入 第一人称 我 当你带入 第二人称 你 当你带入第三人称 它的时候 它变成有违法 因为那是看法 看法很重要 但是看法 会带着习性 将事实 脱离 它的本质和真相 特别是 不是第一人称的时候 很容易偏离 其实 处理大多数问题 特别处理投资的时候 务必 要用基本的 逻辑和方法 简历介绍的时间长一点 我接着往下走 我今天尽可能的按照这个教案走 这个教案 曾老师他们弄得很好 但是我今天挑 今天 今日的重点 往下走 大概讲六个内容 但可能 讲不了那么全 时间的问题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第二个环节 讲那么多理论 但不能没有理论 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经济学逻辑 这涉及到我对香港经济的基本判断 也是涉及到我对我国经济的基本判断 我已经喜欢香港当代事 只是不能发表 因为太多参与盗窃的人都活着 而且他们很厉害 我发表不怕给我添麻了 所以我存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是我对香港的七百五十万人的一个基本交代 包括曾老师在内 香港的朋友对我极好极好 所以我有时候想 我需要留一点东西 也是为了香港的孩子们 他们很可怜 他们变成了黑衣人 他们走上了街头 像个风格一样 但我对经济的研究 我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如果英文人不偷 这一半一半 每一个香港的家庭 至少是千万富豪 岂不管 每一个香港的孩子 都会受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因为一万一磅不被偷走 香港今天要比瑞士 至少比瑞士强两倍 整个的经济总量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 1983年已经有四万家制造业企业 电子标表新 香港已经是占据全球市场80% 玩具三分之一 还有化妆品 还有成衣制造 等等 用短短的12年时间 将四万家制造业企业 全部抹平 没了 可能有四分之一 进入广东 中国广东发展起来 剩下三万家 全部由传业资本 转分金融资本 然后回到英国 极为残酷 只是 如果你不进行研究 你完全看不到 我国 12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万字长文 也是纯洁 然后 托朋友 带石本 进北京 因为我想赶在 十八大之前 跟一些必须说的话 说清楚 因为我知道 我们也开始进入 12年的时候 开始进入超级地租模式 今是2008年 那场风暴 美国的次产风暴 美国出现经济危机 在凤凰卫视 在做一期 环球专访 那里边有 我按规计不提别人的名字 有一个姓胡的 有一个姓王 老板进来说 今天呢 请卢先生 保持客战 因为 这是直播 北京呢 领导来看 我就不能激动 但是 你知道那一天 在做的 美国的最牛的投资机构 开始说 中国 必须 大力发展房地产 我一听 不 研究香港的超级地租 我一听 要出事 后来 果然 以高盛为代表的 所有的机构 都在中国成立了 房地产投资基金 后来你们就看到了 今天的皮带的事情了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 非常猖狂的状况 迅速的膨胀资产 转移 跟当年香港 日本 苏联 同质性 还好 还好 我国的体量足够大 纵身足够 所以我们虽然 被拿走了一部分钱 我 2022年的时候 说是 三万亿美元 后来 北京的朋友说 五万亿美元 五万亿真的不少钱 和人民币 三十万亿了 为什么 房地产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 股市不行了 为什么 百亿萧条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 决定经济增长的原因 只有一个 on UI 资本积累率 请大家记得 所有不说资本积累率 来讨论经济增长的 都是 不能说耍流吗 可能是要骗你 因为 必须是资本积累率 保持一个水平 一个国家 才能增长 为什么 所有的 经济学家 或者是专家 不愿意讨论 资本积累率 因为 资本积累率 是一个非常残酷 冷峻 有时候 不人性的 一个学历 资本积累率的 产生 在西方靠的就是殖民 靠的是掠地 杀人 抢 抢钱 这个残忍呢 后来大家不谈资本积累率了 谈制度悠悠性 碰到中国 制度悠悠性不太好谈 前两章戴琪在欧洲说 中国的制度非常有效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做成经济学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 我跟清北的经济学家 剧烈的争论 就是这个事情 这位过完春节又举了趟欧洲 再次在欧洲讨论这个事情 原因就是 我说你们不理解 新中国 是因为你们的经济学学的问题 你们的老师不对 毛泽东 周恩来这一代人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将之称之为革命 经济学上没有革命这个词 所以我将毛泽东的土改和工商业改造 称之为资产重组 如果他不进行彻底的资产重组 他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 完成中国工业化 当然 所以才有那么多作家 好像莫言 好像战亦谋 好像最近 中国这几十年比较和的导演 都在控诉土改文革 都在控诉 因为 他使得中国扁平了嘛 谢谢 他使得中国扁平 但是你们知道吗 1949年之后 一直到1979年 中国的资本积累 从来没有低过十过 最惨烈的高度是大跃进 超过了40% 为什么会饿死人呢 全部积累了 一种高强度的 没有办法去殖民别人 而通过自己节一缩时的资本积累 迅速的在30年之间 完成了别人300年的事情 完成了工业化 我听了 我看了 我都感动 想落泪 外国人不懂 他们认为 我们和他们一样 不是剥削 掠夺外国人 就是剥削了自己的老百姓 我说我大学毕业到财政部 在文教师在行财处 没有机会 看我国领导人的工资表 我看到毛泽东通知了 他在我国工资 不是记报的 多少期工资比他高 那点钱 那个状态 外国人不理解 也就行了 中国人必须学会理解 这个概念 没有资本积累率 一切都是网谈 制度优越性 如果不能表达为资本积累率 例如华真平 毫无疑 在中国还是幸运的 我们的前三十年资本积累率保持在十以上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从79年算起 从80年开始 第一个十年也是在十以上 第二个十年也是在十以上 第三个十年住问题了 因为这个问题 我不说这个学校了 我去这个学校演讲 这个学校 校场紧张到 把那个教室取消了 我只能在那个门口的书店 去做一次演讲 他们觉得 你不能再说了 因为 我为什么2012年会写万字长文 我知道资本积累率要掉下来 一会儿我讲资本的三流流向流量和流速 我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想提个醒 但所有人都害怕 醒来 所以 经济局复杂吗 不复杂 你说一个资本积累率 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会很难吗 很难计算吗 当然不难 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会计算 会告诉你 今日资本积累率是多少了吗 为什么会变负呢 我刚才算了 如是五万亿 三十万亿走啊 资本积累到别的国家去了 它能够付吗 有人问香港怎么了 我说你去算算他资本积累率 他怎么了 他能够完蛋吗 剩下六千亿财政结余 我年约陈茂多数 我说2024年 要花掉三千亿吃字啊 2025年再花掉三千亿 我说 财野 你可能是香港地史上 第一个需要要饭的财野 到2027年的时候 你还在任呢 你可能就成为中国的老少边境地区 要向中央政府要补贴的 就这么惨烈 钱都走了 人也走了 钱也走了 如果 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地方 当然豪博成都 不能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 长远的经济增长 靠什么呢 当然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率的成长 有内部性 有外部性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今天我们不展开它 我抓紧时间 再补一个 没写 没写张学 经济增长是 自得积累率 疫情之后 我就开了个小平台 给大家 讲讲课 聊聊天 也讲一些经济学 也讲一些投资 也讲一些 我的老师教我的 古文 包括新学 和韩昌文集 下个月还是讲 中庸 讲完中庸都不再讲了 因为我觉得 我把时间 这些经济都放在这上 不过是 我今天想 多加一个 经济学问题 因为 昨天晚上 我跟大家念 念叨一下子 最近这段时间 香港的基金经理们 国内的基金经理们 都很生我的气 我看到互联网上 一些大咖在攻击我 他们生气声 我约列在三年前 给我的朋友们 网友们 送了四个字 短股 长金 我的意思就是 股票在一个 货币重置的过程中 有一定的空间 但它不是根本 可能在A股上会有 长金呢 那就是长金 赤物 黄金 食物金 纸金 或者是 一金相关联的 股票 维持一项 资金矿业 这样 当时被一些朋友 嘲讽 你就觉得 全世界的分析师 都不是这样分析的 我来在县堂 我经常会遇到 金融口的一些朋友 他们要逻辑 我就给他们 凭什么给你们逻辑 今天我决定给大家 办案一个事务 必须用 不违法 不能有违法 也不能说 你觉得 做投资一定错 为什么在 差不多三年前 我为什么 决定 提出这四个字 原因是 我有一个自己 计算实质利率的公式 我今天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公式 既不科学 也没有逻辑 甚至不经济学 经常遭遇大家的贫瘤 问题是他很好用 这个公式 就是实质利率 等于 名誉利率 减 CPI 通常的实质利率 就是这样就算了 但我后面还有一个 再减 扩幅 MR增速 减 GDP 扩幅 你拿这个公式 今天算一下 中国的实质利率 它一定是负的 你再算一下子 美国的实质利率 你就知道 我们讨论的问题 有多么重要 那一年 特朗普开始撒钱 所有的人 没有注意到 那一年的美国的MR的增速 是29 那一年 美国的GDP 是负的 那一年 美国的CPI 零 美国的 名誉利率 也趋近一零 总的算来 就是差不多30 你知道 我是常年观察的 吓到我了 30 意味着 100块钱的 美元 到了第二年 实质购买力 只剩下70块钱 所以我 提出了 短骨长径 可能早了一些 但 你懂得 如不早 那你怎么会是 最优秀的投资者 我国的 计算方法 一直存在 问题 就是 我国对 实质利率的计算 一直是不准的 为什么会出现 房地产奇迹 就是因为 实质利率 超过10了 它一定表达为 资产价格 或货币价格 如货币价格 不做表达 一定是 资产价格 充分表达 最近我们看到 美股的状况 美国房地产状况 黄金的状况 通通是由 这个公司 来定义 记录它 没事 就算 算一算 中国 算一算美国 算一算日本 算一算欧洲的 你大概 谁知道 是个什么状况 应该 怎样做 特别是 做外贸的 或有境外资产的 朋友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能利索 好 这算是 小心知生产力 与心知生产关系 AI人工智能的事情 本不应该由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 这涉及到 复杂的科学 应该由科学家来讲 或者是 应该由 像森老师这样的 懂科学的 经学家来讲 我逗典来讲 是因为 我知道 我看到的东西 和科学家看到的 不太一样 2015年 我的老师 从哈佛回来 到北京过年 我就给他拜 他就问我 你给我说说 什么是球链 我一向一个 一个研究社会学的教授 哲学的教授 你怎么对 奇怪的连感 他就说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好歹我也看书 能不能介绍 他什么 是球链 他看我 你难道我 那他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就知道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说 你想好 后来他说 那美国人是将2015年 作为区块链元年 甚至将之定义为 数字经济元年 他的经济学含义是这样的 从那一年开始 资本的载体 发生了变化 其实是学哲学挺有用的 2015年 他说资本的载体 再也不是砖头 是德尔塔 所以李嘉诚 2015年开始逃手 所以 许先生前的经济学家 是从六年开始抛售的人 到了2017年 差不多抛售了 主要的抛售掉了 剩余的部分就好办了 所以 今年 资老师上个月是吧 李先生开始卖 最后的那点东西 请注意 李先生现在的 负债资产比率 是1.2 他基本上没借钱 他打折卖 他的房子 打多少 他的 房子的成本 全部成本是2万8 一吃 他2万2就卖 属于抛售性质 杂盘性质 那么 其他地产商呢 比如大家熟悉的 新世界 负债比率是85 基本上没旧的可能性了 那么中资呢 全部在100以上 香港 很快就是新风讯 我估计负债比率超过30 就过了经济线 50公尺 超过30个金融线 过了50 基本上是要辞账的 你们说 薪质生产力和薪质生产关系 是不是很重 那么 资本的载体变了 你们的工作是不是要变呢 你们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要变呢 你们的子女的学习方向 和就业方向是不是要变呢 一会儿我讲AI AI是个什么 用中文怎么表达 陈老师 你们帮我做这个课件的时候 把那个中文给 你没写上去 我会去找张一个字 那是个道家的字 没事 我一会儿讲 我想说的是 两个 一个是资本的载体 历史性的转移了 不会再回去了 不会再回砖头身上了 永远的转移了 我不是说房地产 永远没有机会 我是说 有机会不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如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讲一个历史和一个未来 历史都是讲 瓦特发明蒸汽机 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 你家里有百亩良田 你绝对是二世主 很牛的 主旧以后 很厉害 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 资本的载体 再也不是农田了 你如果不拥有城里的豪宅 不拥有 金融机构或者上市公司 不拥有工厂 其实 你就是个土浪 而且你的资产 账面上没缩水 但在全世界的总资产 比例之中 迅速的有百分之百 变成了只剩下百分之五 你变得没有更穷 是别人变得更富的 AI会导致什么现象呢 此时是2024年 十年之后 DELTA 人工智能创造的 新的数字资产的比重 将占未来总资产 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而现在 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资产 最后压缩为百分之三十 新制生产力 意味着财富的创造 和资产载体的转移 新制生产关系 将必然因 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只是 多数的朋友 未必能做到先知先觉 请你们 现在就开始努力 跑在前面 一会儿我再讲 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为什么说新制生产关系 因为 今年的2月24号 大年战争十五 广东率先开启 新制生产力的动员大会 在深圳省内收集奖 广州市内收集奖 深圳省内收集奖 因为上午九点开 所以香港商报的编辑 就把链接给了我 我在床上一直跟着他们开会 看了以后 他们没有提新制生产关系 就我很惊讶 随后云南 不是湖南 开始提出来 这个问题了 他们开始要做一些非常重的 他们要开始进行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肯定是一个事件关系 后来 曾老师带我去了杭州 把我们也是这样的课 这样的堂课 我那天冒了一句话 在杭州这边就有请我去一次 因为 我说杭州五年之内 如果做对了 是有机会超越深圳的 因为我那天听了深圳的讲话 我知道 他不懂 就是深圳的书记 没有理解 什么叫新制生产地 更加没有理解 什么叫新制生产关系 他说了一大堆的话 都是定租经济逻辑 跟新制生产关系 没有一毛钱关系 今天来成都 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说 我说我没有听到成都这边的事情 我不知道 是否理解了 如果理解 他一定是有机会创造奇迹的城市 如果没有理解的话 那么在 新制生产关系 调整上迈下来 那么就会迅速的被 懂得城市超越 杭州第二次讲的时候 我比较详细的讲了 新制生产关系的特征 就是 如 你想发展新制生产地 你只提新制生产地 是没有意义的 是新制生产地 刺激了新制生产关系 而新制生产关系 带动了新制生产地 其实二者 无二无别 如你真的将精力 只放在新制生产地 你认为有几个科学家 或者是你认为 开了几个AI的工厂 你就解决问题了 错 可错 好 今天我尽量的 就把理论问题压缩到最低 顺着第三个问题 就是三流的问题 好多可能没有知道 我说的这个三流 这是一个基本的分身心 行驾 就是 通常我们对一个地方 一个机构的理解 离不开 三流的观察 第一个是观察流向 我上次在杭州的时候 我问 钱 为什么从东北 去深圳 去广州 去杭州 钱 为什么从中国 变成房子 最后去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钱又没长腿 但钱是有流向的 流向 非常重要 因为一定是 出现了某种情况 导致钱 离开一个地方 走向另外一个地方 如不能理解 流向的原因 你怎能治理 一个区域的经济 当然 作为一个投资者 看不到流向变了 那么 你怎么会做正确的投资呢 我说 A股 当你发现 大规模的资本 撤离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的股票 怎么做 它不是光撤离 资本市场 甚至撤离 一切市场 怎么做呢 三流的第二个问题 是流量 流量 是一个点 十点的 盖 就是盘子 有多大 好多人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 拼命的告诉我国领导人 说中国的MR太高了 三百万亿 三百万亿是多了 还是少了 你必须有一个 明确的 流量的概念 你才能 真正懂流量的含义 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如果这个地方 资本严重虚缺 流量严重不足 真的是有问题的 我国 从2022年开始 到2023年 变得严峻 2024年 变得极其严峻 就是基础货币 严重不足 我国的经济学家 确实有法解释 基础货币问题 因为我国的 货币发行 没有立法 它是人民 人民银行 就是 央行 这些 央行用 外汇存底 作为发钞 一句发钞的 外汇存底 不够 基础货币 严重不足 而 M2导致它 出现那么大的 这个状况 以至于 我国在 财政和金融支离上 走 一段偏路 以至于 三农全会 都没开 开不了 因为 整个非常激烈 挺难的 不知道该听谁的 因为所有 应该听的人 应该说话的人 全是错的 而不听 该听的人 可能有 有机会是对的 三指流速 请记住三流的概念 你不管看一间企业 看一个国家 看一个地区 看一个货币 都要用三流 流速 流速 我要说流速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回到费血定律 M M 乘以V 速度 等于PQ Q 是总商品 P 是总价速 M 是资金 V 支流速 什么叫加息 加息就是降低V的速度 一定要正确理解 加息 目的 不是 降低资产价格 是降低速度 一旦降低速度 会出现什么情况 Q 总量 初始阶段 不会下降 P一定会下降 就是我们理解的 通缩 衰退 我大笑条 六月份 是减息还是加息呢 我不知道 美联储 我不知道财政部 但我是理解 贝莱纳德这个女孩 不是女孩 62年 我理解了 她想加息 因为这是最后一拳 美国非常痛苦 非常困难 35万亿的美国国债 年底 她会到38万亿 她非常痛苦 但她必须打出这七场拳去 我们理解了流向流量和流速 我国的经济政策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不断的降低V 同时从全世界 把M吸过去 以至于全世界的 先是P下来 然后Q彻底崩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天下大乱 其实在流速上面 他们在做手脚 而且这个事情 六月份之后会非常极端 请注意观察 讲流向流量和流速 通常是作为我研究经济的重要工具 我今天讲的三个东西 你都得记录 资本积累率 是资本积累率和三流 以为我为一个 研究经济的基本框架 其实不是我研究的 是马克思资本上都有的 一节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区域流动 结构性流动 等等 我现在情况 比如说资本的 外逃走资 沉没 在房地产是沉没 空转 就是在银行体系里边 把M2造的天那么大 为什么要把M2造的天那么大 就是要吓唬我领导人 你看M2都已经三百亿了 其实钱不高 严重了几群 多多毛起血管 都在慢慢失去 经济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但能把事情说清楚 又是那么的困难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好 我讲几句国家资管 为什么讲国家资管 是因为薪质生产力 将导致中国的生产关系 出现剧烈的变革 今年春节回北京 部里的同志吃饭 我说过一段话 我说我们的财政部 不知道我 我此时的资产状况 甚至也不了解 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不知道我可以原谅 他也不知道 拜登的资产状况 和收支情况 他也不知道 本性的国家的财政部 因为他是很出纳 他是国家的出纳 他从来不管 国家资管的税税 可是美国 我95年去房的内部 美国财政部 由海外资金局 是他最大的局势 副部级单位 海外资金局不但管 他还有司法权 请注意 他能发船票 他还有执法权 请注意 他拿着工作证 可以把枪了 是美国财政部 抓住孟晚舟 我们有时候 可能不理解 国家资管的含义 在AI人工智能 迅速完成进化的情况下 我国必须非常清楚地理解 我刚才说的那三流 我国要懂 区域间资本的流向 国家间资本的流向 行业间的流向 产业间的流向 我国如果不懂 不看 不管你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用什么表达 所以我说 国家资管不是国家资本主 AI人工智能将天然地使人类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而国家资管 确实是完成一个国家 社会主义神圈的一个必有之路 当然国家资管将导致中央和地方的一种迅速的分权 中央政府将实施全球的资管 而是信息和资本流向 和资本流向 流量和多数据管理 地方政府将完成 这个社会保障和这个基础的建设 待会我讲一点 不够强大呢 其实日本的军事能力 如果认真排名的话 也进入全世界墙 除了核武器 有意义吗 我将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最后日本丧失 现在差不多40年了 我管它定义为平成战败 一个国家在50年之内 一次是被两个人的弹 干死 第二次是被一张协议 广场协议干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家资管 相当于没有经济国防 因为它不知道 它甚至不知道怎么来 敌人又是怎么走的 就像香港 今天跟香港的朋友们聊天 当我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们百感交集 但你知道香港本地的专家和学者 我包括孙老师 因为他当时小 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对萨切尔夫人偷钱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感觉 今天你说出来 他们都会瞪很大的眼睛 看着人 真的吗 他们更多的是认为 制度上回归了 出了问题 所以香港开始出各种问题 甚至抱怨中央政府 或者是其他 但没有人把这段历史写 我为什么要写香港当代史 我知道再不写这事情 它有这个病是传染的 它会变成大陆病 日本一场广场协议 解决了71年美元跟黄金 脱钩之后 特别是1975年 越战结束之后 美国遭透了的经济 那个时候美国完全无法质疑 本土经济 必须经过新一轮的资产重组 来解决 托利德曼的设计方法 跟给萨切尔的主义差不多 保罗沃克操道 开始动日本的汇率 最近日本的汇率又在动 开始动日本的汇率 从日本截略 美国急需的那份现金 同时着手苏联 苏联结体之后 形成对美国欧洲的 二次货币充值 美元充值之后 黄金从高峰期850美元 跌到200十美元 美元又值钱了 充值了 在苏联解体之后 终于获得了足够的财富 我老说 默克尔夫人用坦克 用马克代替坦克 统于了欧洲 我又重新建立了欧元区 我国是一个财政金融 不设防的国家 我们没有财政的一道防火墙 或者是我们有金融的防火墙 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必须建立完整的国家 在AI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采集全世界的数据 形成我们的大型数据库 所以我说 我们组里边的同志们 可能只有10%留下来做收入 剩下的90% 可能5,6,000人 我是组织同志们 你们将成为骂 听完以后说 卢先生你能不能不要再回北京吗 可能结论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国家资管将在线上 你们在线下一会打排球 一会打牦 你这准行呢 我说变革会比我们想象的快 因为当我国的领导人 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就会变成国家资管 一个不国家资管的国家 你没办法讨论货币的价值 你既不了解 其他国家的资产和资本流 存留状况和流感的情况 你也不了解你自己的 你如何来集定 最合理的税收结构呢 你如何能够为一个货币 去权衡一个最合理的价值呢 所以我将他提到第一国防的高度 我也不展开了 一会你记得提醒我 我的时间到了 你就提醒你 我不能把同学们的时间都给眨 我说说地方的事情 答应了我就说一下地方 杭州的时候 我们去的是拱鼠区 他那个区长是个女同学 人很好 也很厉害 很麻烈 我说你怎么才能超过他们呢 不是你知道 我们这个集团在香港有15间公司 快烦死人了 你在香港注册一个 意外人才还是非常容易的 你注册一个本港公司 本岛公司 非常复杂 除了写字楼 除了家庭住址 除了水平泥气 还有公司的资金证明 你的资金证明 全部要 每年还要年减 可得麻烦 开始是楼 去是楼 深圳也是这样 我们在深入公司 也是这样 你要不想去年减 麻烦你拿一万块钱 有人帮你去那 我们怎么能这样的治理 最浅显的工作 所以我跟公署区的区长说 说你们做一次尝试 别人尝试 一个公司 注册公司 你花一万块钱 委托别人 其实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注册一个公司 不可以在半夜12点 用一分钟完成 你管它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月球上 它有一个idea 它想开了一间公司 然后一分钟之后 它就能免费建立这个公司 第二分钟 它可以开始私募 开始召集员工 你甚至为其公司 提供完所有的一套 工商的管理 税收管理 因为都不要你做 当时的ai在做 如你能做到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们这儿的公司 注册人数 将会以百倍的方式增长 如你非要去南美大家 就像香港 你非要去养个律师楼 南美每一个做生意的 那么你 可能最后 被这个时代超越 我希望成功的 也可以考虑 因为 其实 它就是一个IP地址 只是 当它不是个IP地址的时候 它变成了许许多多的 权利和 收费门卡 非常不应该 一个国家进化的时候 首先就应该从 最简单的方式 服务的方式来进化 讲两句 甚至曾老师不在 我讲两句 讲两句香港的故事 AI人工智能 是新职生产关系的 一次解放 什么 解放 毛泽东 他们建立新中国 是一次解放 他是一次资产民主 建立新职的生产关系 完全不同的 迅速完成工业 在香港 而且香港当代史 我是非常震撼 香港的解放 有两个人完成 一个人叫杨光 一个人叫麦里浩 所以我在香港大学 讲课的时候 就问同学 你们心里的英雄是谁 就是李嘉诚 不是 李小文 算是个英雄 你们台上的嘛 不是书 我说在我心里面 过去一百年 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杨光 可是澳门那个赌场的 推爆光 虽然名字一样 他已经去世了 2014年 1967年 杨光统治带领了香港 马头工人 还有在市民 发动了香港暴动 现在香港的教科书用这个词 我国的教科书 还用这个词 我已经抗议过五十遍了 我说那不是暴动 那是民权运动 争取香港民权运动 一比197年之前的香港 是实行大清理律 一夫多妻 不是大英帝国的法律 也不是民国的法律 也不是共和国的香港 而是大清理 不光臭 华人不可以住半山 华人不可以做立法会的议员 华人不可以做大法官 华人不可以做公务员的 处理上干部 总之 华人如不持有英国部长 都不可以开与民事 什么权力都没有他 所以暴动 暴动完了以后 土地不是有一块是英女皇 所以英女皇 我也开始找到周总理 总理回答了一段话 我认为是总理一声 都回答的 可能是最了不起的话 之一 总理说 我们并未想收回香港 只是希望你们给香港 居民以国名呆 1967年之后 英女皇派殖民收复 到香港做调查 长达三年 然后思考的结果 是派他的表哥 麦里浩 去香港做总督 做亚太区总司令 麦里浩 是女王的血亲 苏格兰贵族 一个 我一直认为 只安一万 沈亚提安 又是这样认 我一直认为 她是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者 当时一四十年代 她曾经在 在中国的华南地区 被日本人抓住 后来我党 营救她 成功 她就在 潮汕地区 参加了我党的游击队 因为她是苏格兰贵族 很有精神能力 她又很会想办法搞钱 所以当时 他们打得还不错 到了1945年 大英帝国找到了麦里浩 她就去武汉代办处 做了大英帝国 驻武汉代办处主任 那个时候 她有机会 接触到周恩来 所以我一直怀疑 她是个燕子 后来她回到大英帝国 因为她的社会主义倾向 不被英国上任的社会接受 所以她很寂寞 但她毕竟是女王的表姐 所以派她去越南 做驻越南大使 1967年之后 她是大英帝国驻越南大使 后来女王 请她去香港做总督 这个人可以写 很漂亮的毛笔字 到了我的水平带也可以 可以讲广东话 米南话和普通话 我为了写当代事 我采访了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都 差不多都是一百来岁了 接触过她的了解一些情况 我在香港 调查所有档案 在香港地方图书馆七楼 有一个属于我的座位 我常常在那翻旧东西 而且有些胶片 调查档案 后来我又去到英国 也差不多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怕水平带 她什么都不写也不说 她七年到香港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将港币与英镑联会取消 香港从那天开始 有了主权地位的法币 港币 这个人很有脑子 她允许香港人住半山 她允许香港出现第一个华人大法官 允许香港人进立法会做议员 允许香港人做公务员 最厉害的是 她允许香港人 当时香港再测二百八十万 不再测 加起来是三百五十万 还有好多人是游水过来的 难民住在山上 所有的人去 差馆警察局 领一张身份去 证明你是谁就行了 就可以开离公司 迅速的香港开始了创业 创新 要知道 我们听到那首歌 狮子山下 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他们终于离开了狮子山 将军澳的 整个山上 差不多一百多万的贫民窟 城里只有一百套正经房子 还有一些是检疫房 剩下的都在山上 他们终于从山上下来 开工厂 创业就业 香港进入到无比繁荣的过程 香港今天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香港的地铁 香港的过海隧道 香港的连任公署 几乎所有的制度建设和物理建设 都是他做的 他建了九十八万套房 我回北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我不想歌颂一个老外 阳光同志不造反 英国人就不会改 英国人改 恰好又是来了麦里浩 所以他香港而言 是一次解放直接松 大清帝国进入到现代文明 而且制度建设极为高妙 香港 大家去过的都知道 香港在法律制度建设和物理建设上 是直追英国和超过英文 麦里浩 对钱对女人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我写他的历史之后 我看到他 但是他非常脑子非常好 他跟邓小平的关系也非常好 另外我们知道像李光耀这些 可以说是麦里浩的学生 都是包括当时的瑞士 以色列 新加坡都是去向麦里浩学习 他建立了一整套的 非常优良的采用制度和建设极 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业基础 迅速发展 然而 他1981年离开香港 1983年中英谈判开始 香港进入到另外一个过程 这个不重要 1997年 我已经在香港 我的身份进不了那个会展中心里面 升旗的时候 中国人都进去了 二次亡子后 彭定康他们 上码头做军舰回英国 有一个老人家举着伞 那天晚上抱怨 我也举着伞 就在那个雨中 在那个紫金花旁边 等着我们的国旗升起 和国旗升起 显然他们的感情是很深的 后来他回到英国 他无法在伦敦生活 他回到了苏格兰 他死在了放羊的路上 是真的放羊 不是假的 是真的死在放羊的路上 后来 我去苏格兰给他扫过墓 我们今天要讲 差别的故事 原因就是 真正的解放 是源于制度的伟大的变革 是生产关系 不是这样的伟大的变革 不是真正的解放 你认为会有新制生产力爆发吗 这个新制生产力 既有中央的责任 更多的应是地方的事 关于国家资管的内容 一方法 宏观和悲观 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大家回去可以再慢慢看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资管 就是因为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 和平的 友善的世界 我们的对手 极其强大 并且 他竟然 不是一个国家 好麻烦 如果他叫美国 其实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他不叫美国 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这里边提到国家资管 涉及到四民和四岸的问题 我是指 今天治理这个世界的 表面上是美国 其本质 实际上是犹太金融资本 我们进行国家资管 才能形成 与之对等的 可抗衡的 一个力量 我说的四岸 是我对犹太金融的 一个基本的增结 犹太金融 首先是按知识 知识为什么要按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三个经济学的知识 就是明的 他为什么要按 因为 有些知识不道德 不能说 犹太人 千百年 两千年来形成的 他们特有的知识结构里面 涉及到历史的部分 涉及到现实的部分 涉及到经历的部分 很多 都不道德 因为这个民族很有意思 他们经常会采取一些极端的选择 第二的案 是按技术 好多朋友说 卢先生 你们做的也不错 你教我一下 都拿几本书 我就能掌握金融技术 对不起 真正的金融技术 是按技术 为什么是按的 请问你 成都 有没有人教杀人数 这技术不能教 为什么在金融机构 都是师傅带政地 为什么金融学 你在学校学了 没有一点用 因为 那是个按技术 一家人 没法教你 因为你学会了 你就会 反手一刀 组织 你所有能见到的金融机构 有没有信任 都不是真正的 那的背后期 决定支配所有的机构 我上个月见 正好坐我旁边的是贝莱德 住亚洲的这个女孩 坐我旁边 我们再聊了一会儿 贝莱德现在浮出水面 不管他叫贝仙道 贝莱德先锋的道夫 他基本上 是目前美国 处理全球资产的 主要三个机构 所以你听到的 主要的全球 最主要的公司 他们三个一定参考 并且他们占的比例 一定会很高 除了美国的苹果 一软件乱七八糟的东西 台体店 三星 而你知道大的公司 包括欧洲的 全部是他们三个 但他们后边 还有人 很快 很快你们就能看到 崭新的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呢 美国就有一份要加息 美国的金融机构能活吗 活不了了 美国的商业费长 肯定要爆掉 那么中小型银行 就要大面积出事 美国人不急吗 不急 因为 如我没有理解错 美国会有一笔钱 给相应的机构 由他们 类似于我国 对商业银行进行国有化 他们将把所有有问题 银行收了 定了 我们 今年下半年 可以好好地看 对不对 四案里边 最后一案 是按流动 你以为 比特币是什么 资本 有 浮在 台面上的流动 还有 台面 台面以下的流动 我刚才说三流 我们能看到的部分 不是全部 按技术 按总之 按流动 如果一个国家 不掌握 充分的能力 完成自己的认知 现在有AI人工智能 我们的数据 搜集和整理 可以将四案 一部分 搞清楚 那么至少 按照孙子兵法 能做到 知彼 知彼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 在宏观资管方面 要做的事情 宏观资管 我们来说的地方上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在这 做过多停留 说下这个中国字 就是弃字 无 无产机的无 下个四个点 当然这个无字上面 还有一点 弃字 这不是我说的 是一个科学家说的 中国的科学家说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 找一个字 来代替AI 用一个中文字 来理解 AI人工智能 找到最后这个字 就是弃 弃是一个 道家的词 所谓的 道弃 藏存 弃是指 无色 无形的 一种 真实存在的能量 道家 练来练去 练的不是 我们呼吸那个气 是这个气 道气成存 练好了以后 你就会变得 无比强大 就和武侠小方说的 那一样 突然就成功成了 因为他找到气了 实际上 灌满了这个东西 变得非常好 非常厉害 AI 就是气 因为 AI 不可以称 重 他没有形状 不可以称 称重 不可以测算 他的体积 他是一个 无形物 不能 独立 而存在 依托于 有形物 才能 存在 虽然是 他跟 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 有人工智能相关联 但就本质而言 它是一个 负能的东西 请大家 仔细的体会 和理解 AI的本质 AI一旦 用于改造生产力 就会 实现生产力的 突破 因为它是 从算法上 突破 AI一旦 进入生产关系 将会实现 生产关系的 质量 请问 如十年之后 我国的总资产 70%是 等于它 那么 现在的部位设置 部门设置 全都错 责业也是这样 就是 很快 AI将会将 我们以前认为 很重要的东西 做根 等的新感觉 举个例子吧 英国已经有了 第一个 AI法官 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A和B 产生了纠纷 A和B 分别 将自己的情况 输入 AI法官 会给你个判决 因为那个 AI里面 存了 不只是英国 差不多全世界的 法律 包括海洋系的 大陆系的 法律 全部有了 最厉害的是 它存了 有记录着 所有的案例 案例的结果 非常残酷 如 你到了实体法院 它判决 和AI法官 不一样 实体法官 判决 和AI不一样 AI会告诉你 实体法官 可能收了 A多少钱 因为 他作极了 全世界的案例 他知道 可能有三种原因 你去查 他是哪种 你知道 司法的进化 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海基什和律师 将来会变得 多么不重要 你知道 除了手术以外 都大部分的 医疗和治理 变得多么的简单 甚至 可能中医 都会是出现 猛烈进化 人工智能 既是心智生产利益 也是心智生产关系 凭 所有在座的 高度重视 AI人工智能 对我们的改变 包括工作 和生活的改变 甚至包括 精神状态的改变 记住气的个字 我们像修行者一样 去使劲的 去训练 来提升自己的气 提升自己的能力 AI人工智能 和国家资管的 这个特质 我就不说了 你们才过于具体 这个时间网络的建设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 一个非常快的过程 其实 最近 俄乌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 非常明确的东西 就是 乌克兰 人也不行 装备也不行 但是经常会创造奇迹 它就是在 AI的价值下 因为美国的 C4系统 实际上是一个 大型的 AI数据包 它呢 当它提供 情报能力 指挥 通讯 所有的能力 进行保障的时候 它可以使用 极为弱项 甚至一个旅 打出一个非常奇怪的 战斗力来 我国在军事领域里边的 AI的进步 非常快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 我国可能在 国家治理层面 慢了一些 我国的企业 在这方面 走得也非常快 我国的企业 我举个例子 讲到故事 我不说 因为 我就职某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 做传统产的 一些先 我可能都很大名产 在四川亿 后来呢 大概八年前 我们说 公司应该有一个 网上销售平台 我们就建了一个互联网 砸了一个亿 现在互联网的销售 迅速上产 后来三年前 他这个老板特休 老板说 我们可以进行 别人之人种 所以又咋 大概十个年 当一个公司 他开始建立 自己的数据工心的时候 你知道奇迹开始发生 因为他匹配了 全国的土壤数据 匹配了 即时的 中国的气象数据 那么 他在有一大堆的 院士和博士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块数据 全民 最适合重视 他们都知道 现在 在第一个温度计 第一个摄像头 他就 获得了 当地的气象数据 他甚至可以 提前15天告诉你 会有什么病毒 还发生 你现在该打 哪一种营养 并且他的数据包里面 有全世界的种子 农药 化肥 全部信息 这个信息 包括了 他应该怎样用 谁来用 用多少 也包含了价格信息 在全国建了40个奶 你知道 AI人物智能的改造 就是这样进行 他可以将一个 很小的东西 在很短时间内 发展千一和半一集 不要认为你工作的地方 会怎样 不管你是 在一个机构工作 还是自己在 自己的一种 有能力 就将你所属的地方 进行 AI人物智能改造 使他更让时代 走在时代的情绪去 其实 我们刚才理解 气的时候 要注意 气 无限缩短 时间的距离 和空间 无限缩短 他使得时间 可以瞬间到达 他使得中间 环节 变得完全重要 所以 今天在 乌克兰 指挥战斗的 可能只是个中美 而在地面上 不好的 可能是个将军 在一个 神经网络里面 会和解释 所以现在 比如财政部 开始实施 国家资管 最重要的 可能不是部长 当然 有一个生产关系 重新调整的 适应者 在座可能 有些是老往 你自己要去 会调整 慢慢形成 束缚行政的生态 请大家注意 一年前 你使用电脑 产品的时间 就算是 你很有钱 也不会超过 一个小时 三年的之后 我们每个人 生活在手机上 电脑上 电视前面的时间 可能会超过水层 十年后 我们在电子 产品以外 生活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 一个小时 是生态变 一个完整 新的生态 我们研究经济问题 如果不对周期 有着炒机的敏感 不对周期 有着非常敏锐的体验 我们可能会出问题 那么 怎么来理解周期呢 三元九孕 是中国人对事物的 认识的周期 一共是 九和二十年 一百八孕 其实你读 人类意识 这个三元九孕 是真的 很准的 至少 第八孕已经过去了 耿土孕 我房地产大发展 你们都看到 如 2003年 你知道耿土孕来了 你肯定会炒我买好几套 然后到了2015年 2017年 就跟着李先生 一起把同个卖者 你现在在转入 九子离火 开始进入 人工智能的投资 那么你想不发达 不呼吁 都很困难 我讲一下周期 通常我们研究经济学的 讲长周期 是季野副周期 讲中周期 是独大周期 季野副周期 是六十年 我给你们重复一下 六十年 1980年到2000年 是季野副周期的 第一个部分 我们管它叫 计算机周期 这个时候 我刚刚改了开放 我国对计算机的理解 不深入 我国当时 做计算机的人 不厚道 做计算机 是不厚道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 算落后 虽然我们也有联想 有一些物理意义上的 做计算机周期的人 但不行 第二个周期 2000年到2020年 我们管它叫互联网周期 这二十年 我们追上来吧 我们出现了一系列 很了不起的互联网公司 将来是不是伟大 不敢说 阿里 腾讯 百度 我们有了 我们在追赶 做得不错 第三个周期 2021年到2040年 我们管它叫AI周期 难道没有 跟我国的三元九月定 九运九色离火 完全笼合 时间点和整个的定义 完全 人一生的选择 有的时候 不可以逆天 走到这儿了 你非要去炒房子 就不对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 因为它是一个 卦象就是原型地露 这个卦象 就是 坏人 把坏人就拿出来了 好人 该怎么欺负人 就看不到 九色离火 对我国的 政治意义是什么 我除了超级帝族理论以外 还有一个新知识主义 我将 五百年的殖民历史 分为了三段 第一段就是 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到 印度被殖民 第一段定义是马克思 在资本人第二十五章定义 不是古典 马克思管它叫 古典殖民 从 印度 被殖民 到1945年 我们管它叫 现代殖民 古典殖民是 杀人 留地 现代殖民 是不杀人 这个 不杀人 留地 要 要主权和治权 印度的事 按资民主义 对 现在 知名是1945年到现在 我原来给它叫 后知名 我来 刘建枝 老师说 你不可以用 社会学家 萨埃德的定义方法 那么我就管它叫 新知名主义 新知名主义 特征就是 屠杀人 不要地 甚至不要资产 只要资本利得 其实是以 犹太金融资本 为代表的 新的殖民方式 将九子离火 我给出一对 结论 就是当九子离火 结束的时候 第九孕结束的时候 二十年之后 结束的时候 2044年左右的时候 人类 将彻底结束 殖民时代 可能 这个殖民时代 是结束在 我们中国人手上 我们将让 殖民主义 五百年的殖民历史 彻底终结 同时 我们希望 AI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 给广大的 普通老百姓的 富能与富钱 开启一种 崭新的 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 不是我们原来 理解的 那个 古典设计 不是 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 这不是 马克思的本意 马克思的本意 不是这样的 所以马克思写 《资本门》写了第一卷 写了第二卷 第三卷 他就 写不下去了 十多年 他在哪 用叫错立版 都错出空了 一切真实 原因是 马克思对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是失望的 是没有信心的 他不知道 无产阶级专政 我才应该如何处理资本 所以他写不下去 现在资本论第三卷是 恩斯加马克思一稿 和他的看 整理出来的 第一卷 谈的是价值论 第二卷 第三卷 都是资本流转 我今天讲的 情资本论的一些原理 列宁在革命火被点着之后 和革命熊熊燃烧的时候 需要理论来处理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国家如何管理资本 所以列宁写了 国家与革命 那里面定义了国家与 资产关系 资本关系 列宁的理解 真实是对的 或者只有时代的正确性 但他总体上是错的 他是不符合马克思本意的 马克思的社会 不是国家占领 是社会占领 所以我们将列宁的 苏联的苏埃 定为国家资本主义 这件事情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 发现他觉得 国家资本有问题 一定会完蛋 所以六十年代 他带着薛姆小等经学家 在杭州 去读苏联政经理教科书 但是毛泽东 发现了问题 写的问题的方式 简单粗暴了一点 他就说 他的结论是对的 资产阶级 不是胎生 不是卵生 是化生 不是胎生 不是卵生 是化生 什么意思呢 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代表人民 实有资产 管理资本的时候 他们会编制 这是非常哲学的 科学的论断 事实也证明 他说 但是他的方法是 七八年 就把他们换一次 运动 所以就后边的文革 就产生 显然毛泽东 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最优先 同时 这本书 他还有刘少奇 他在海南 带着王光美 在他家里人 和警卫员在读 他的结论 我知道是邓小平 在江西南昌 你去南昌地区 小林小道 坐一下 他在那 他算不懂了 小平同志 提出的四个字 一个叫改革 改革 翻译成经济学语言 就是 引入社会资本 另外一个字 叫开放 翻译成经济学语言 叫引入国际资本 小平同志 喜欢打牌 确实厉害 国家资本 社会资本 国际资本 三方斗逼 形成了一个 崭新的局面 破解了国家资本 缺点 同时 又使得中国经济 腾飞了三十年 为什么小平同志 在79年之后 还能维持我 我两位数的 资本积累率 原因是 社会资本起来了 国际资本起来了 他形成了 我独特的状况 但是 我们的 国家治理里边 对资产和资本的管理 达到了 马克思 本意上 要求的高度了吗 当然没有 但 随着 AI 人物智能到来 新社会主义 必将开始 我们 你们 还年轻 那一天 你们可以看 在讨论 AI 人物智能的时候 其实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到明年就整整十年了 从15年的区块链技术 开始理解它 到明年整整十年 我想 我们去年 JK3开不了 到今年 开不了 实际上是 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它 一类有个 完整的 是 继 毛泽东 1949年 建政 戴小平 1979年 开放之后的 第三次 我先聊天下大乱 因为这事 涉及到每个人 持续财政的 一个国家的财政 和货币的关系 是这样子 美国的货币 是一个 有限法常的 债货 美元 今天没有贷 美元 1971年之前 上了写的 WeTrust WeTrust Golden 我们有黄金的 网易 网易扬值 你拿去 换30个美金 后来呢 就把黄金 变成上帝了 这事 如 它不能 无限法常 这张纸 那么 你只能去找 上帝去 是的 他这句话的 法律 还挺有意思 你有问题 去找上 其实 一个大国的货币 应该是 无限法常的法币 例如我国的人民币 我国的 现在的人民币 是有问题的 我国的人民币 发行是1948年的12月份 我们还没解放呢 就发了我 第一张 无限法常的 法币 后来 1955年 我们开启第一个五年结化 实际上 人民币是跟 独播挂了钩 到了1995年 我们就跟美元挂了钩 到了2015年 2014年 我们 让地税合并 解除分税 解除 超级金 15年 我们取消了跟美元的挂钩 但1415年 到现在 10年 9年 我们都没解决 还好 美国人 也没解决 他们在 捉死的路上 狂动 我是学财政的 我每年看他的预算 联邦的税收 才是美元的 基本的支撑 如联邦税收 不能覆盖 美元 美国国债的 完本付息 意味着 这个货币 必须出现 大规模的 重置 这个重置的 严重程度 怎么来描述 我跟所有的 朋友都讲 我说 这一次的危机 不是1929年 大萧条 也不是2008年的 此次案危机 197年的 因为美元 必须重置 而且我挺能理解 美国的 操作美国人的 内心的东西 这个拜登怎么想 其实不重要 是真正治理 美国人 内心的东西 他们想通过一次 猛烈的点 甚至重发 美元来处理 已然形成的 天亮债 38万亿到年底 意味着什么 38万亿 到年底 意味着它 按现代格 利率支付的 利息 要到1.9万 美国的联邦税收 我说的是联邦税收 不是全美国的税收 4.7万 9万亿 只是付息 没有还本 还没完 它现在 财政支付过后 还要再增加赤资 至少1万亿 2.9万亿 请问一个 4.7万亿的 联邦税收 怎么覆盖 2.9万亿的 财政赤资 和国债利息 已经不可为止 而且 美国国债 和美国国债利息支付 处在加速过程中 中国老百姓 可能 看不到 那么我们只是知道 黄金在涨 其实美国的头部 不要盖死他们 所有的头部 都在买地 买土地 但是一个人 求的土地 可能已经接近 河南省的面积了 他们都在买地 就是最有钱的人 买地 买碳排放权 其中有一部分 中间的 做机构代表 比如说 像巴菲特 他们跑到日本 去买五大商社 五大商社是什么 矿产资源 就是日本的五大商社 持有全世界最优质的 矿产资源 普通老百姓在买什么 在买比特币和黄金 每个人 都在为风暴 到来 做准备 风暴 在路上 并不是每个人 可以登上 欧亚方舟 美元的崩塌 已经进入到 一个倒计式的状况 好多朋友说 是否 危言耸平 感觉上 美国依旧强大 看到的经济数据 是那么好 我这样来回答 美元 维持币值 只有两只脚 一只脚 叫人民币 是左脚 坚强的左脚 好多人问 耶伦来干什么 耶伦来 是来看他的左脚 人民币 如 不是现在这个状况 请问 美国是什么状况 我国的外贸情况 一直很好 人民币 为什么在2022年 3月份开始 进入贬值周期 从6块1 点到7块3毛7 那个月 米莱纳德女士 从美联储辞职 她是美联储副主席 在此之前 她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她辞职 去了白宫 做了 拜登的经济顾问 她进经济顾问 发出的第一个指令 就是我们人民币变成 变变变 变到现在 7.4 7.3 这是市场交易结果吗 当然不是 离岸人民币 我们只有2万亿 离岸美元 不是外贸储备 我们也有2万亿 是美元 人民币汇率离岸的部分 我们可以随便定义 那它就是要连职 如人民币 假设开三重全会人民币 开始进入 稳定的升值预期 在今年年底 回到7以内 近到60来 那么美国 左脚 就会出问题 美元 就会剧烈的波动 说到这好 好多朋友说 你的意思是 中国人决定 美元的帮他与否 准确 左脚 就是人民币 没有任何一个货币 可以支撑美元 因为我们是 制造业第一大国 我们的制造能力 是后边九个的制盒 我们才能定义商品价格 我们非要这样定义商品价格的时候 相当于完成对美元估值的确认 想到此我和怎 但你们是我最好的名 我不能跟你们发脾气 我也不能跟别人发脾气 我很愤怒 我不能这样的制及 太糟糕了 还好 前一段时间几次冲击 都回来了 可是没有冲过7.3 没有冲击7.37 当然北京 他们是希望 放松到7.5 到8.3 他们认为这样有利益出口 不成 如果我国人民币 能够实施 整个在货币出现严重问题的 基本稳定升值 稳步升值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 才存在真正的机会 和真正的意义 很严重的问题 但我相信 三中全会离开 一定是有激烈争论 如有争论就是好事情 如争论有了结果 那么年底 如果我国人民币 我们大家每一个都是观众 如年底 人民币开始 广慢的 有序的升值 那么你可以开始投资了 会有大量的国际资本 向我国运输 其实 今年的第一季度 渣打那边 已经看到很多的海外资本 在向我方舍 但是因为我国的汇率 不给大家一个信心 管金融的这帮海 就是它一直不能完成一个 完整的国家策略 所以就会出现 这样的严大的局面 美国的第二只脚 抢美元的第一只脚 是人民币汇率 抢美元的第二只脚 是美国的军事能力 军事能力从来不是正面使用 是负面使用 多人说美国人不喜欢 中东战争 我说你说的美国人是哪个人 是拜登吗 是布林肯吗 还是我刚才说的四案呢 因为一场世界级规模的战争 才会解决强缘的问题 除了人民币这只脚之外 必须有世界型的战争和危机爆发 才能解决问题 我为什么说天下打乱 其实经济上的问题 只是一个侧面 你们现在看到地缘政治 正在迅速出现恶化的局面 俄欧战争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会有一个基本的结果 谈到俄欧战争 我昨天在跟四川的 朋友两天的时候 他说 经济学上怎么解释 我说 射灵 其实美国人 欧洲人 对俄罗斯的理解 一点错误都没有 那场战争 乌克兰是打不过俄国的 这个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 但他们认为 一旦开启全球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罗斯 射灵会失去70% 社会营兽会消失70% 六个月之内 乌克就完 俄罗斯就会内乱 这个判断也是准确 他们漏了一条 俄罗斯的人口总量 和他们的消费能力 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 DDP还低过两分 我非常惊人 在战争后期 战争爆发后 2002年战争爆发后 约队一个月的时间 在全球开启 对美国制裁之后 我一个月的时间 补齐了俄罗斯所有的射灵 我们从占比15% 一直涨到70% 就是俄罗斯老百姓 感觉不到缺什么 本机车没有了 换个长城 什么射灵都补齐了 只要你需要 我们马上补齐 因为美国人没有想到 射灵补齐了 整个的生产消费行为完整 并且金融结构非常稳定 并未出现 他们设想了 六个月出问题 一年完蛋的起用 严重地误判了 中国人对射灵的 能力和理解 我们对射灵的理解 才是真正的理解 才是真正的到位 我们没使劲 我们只是很小的 一部分力量 就已经解决了 一个像俄罗斯 这种大型国家 射灵问题 如换上小的国家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 一丝小地震 有一个省事 这样一项 俄罗斯的问题解决不了 后果极为严重 因为现在的本境 想法已经和两年前都一样了 还要的 不是乌冬斯州 我将俄欧战争定义为 一场伟大的 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战争 因为欧洲 整体上 老欧洲 西欧和北欧 开始进入到衰落周期 而斯拉夫一线的欧洲 会迅速崛起 其实俄罗斯崛起的势头 已经开始出现 五年之后 俄罗斯重返 全球经济前五年 我不会感到奇怪 这场俄欧战争 将重构 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 中东战争 难道是偶然了吗 我将阿富汗 理解成为一根钉子 将以色列理解为一根桩子 钉子被拔了 桩子正在拔的过程中 也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前两天的冲突 伊朗做得非常巧妙 伊朗很有节制 它的掌力非常巡厚 没伤你 但是让你知道我的掌力巡厚 它发了一百多架 五人机给你打 又发了 差不多一百多枚 巡航导弹 给你打 里面有几颗 是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 英国 法国 以色列 没有来入 高超音速导弹 它并没有去 伤害和破坏任何东西 它只是告诉你 我有能力 打你 而且是 在两千公里万 打你 你还不能还手 这非常恐怖 其实 这个世界的军事宝宝 已被打过 当伊朗用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现在我们知道 北朝鲜的导弹 比伊朗更强 因为伊朗的导弹技术 是来自于北朝鲜 北朝鲜的技术 还是在哪里 三脑是被打你 现在 当具备了远程打击能力的时候 就有着殖民拔权的军事能力 已经被破解完了 美国现在在 在东亚搞事情 三八线 它绝对惹不起巴林后 因为巴林后 肯定不像首尔弹 第一枚导弹 是在纽约 还是在东京 现在不好猜 但肯定不是首尔弹弹 所以巴林后 比伊朗人更忙 而且他天天在家里 没猜到 他到底怎么想 也不太好说 菲律宾能做事吗 菲律宾 我觉得小马 是挺可人的 因为他家里边 爸爸妈妈留了 一百多个亿美元的遗产 被美国人扣留 他呢 就是努力工作 想把那一百多个 一笑回来 心情也是很能理解 很努力的工作 我们理解 菲律宾能不能理解 我想可能做一段时间 就不一定能完整的理解了 我们可能真正有压力的 只剩一个地方 就是 但其实我对印度人的智商 从来不做低估 我觉得如果是莫老先生在英武大爱 你看他决定从英武大爱 所以我在军事上 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能力 所有基于军事上考虑 中国地缘政治的言论 其实真的没有意义 我国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我的国家资管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是人民币定价问题 如果我们能抓紧时间 在今年下半年 完成人民币汇率的 一个正确的安排 比如说人大立法 人民币发行立法 从此之后 人民币开始进行 一个有序的升值过程 地缘政治的危机 按照我们的说法 当俄罗斯突破了顿河防线之后 整个欧洲被炸裂 如伊朗的什叶派之后 在今年下半年 会出现一次 你叫大雷动作或者动静 那么美元确实是 处在一个崩塌和倒计时的时刻 我说三年前 我说短谱长均的意思 就是被这一天做准备的 我刚才说了 除了现有的情况 还有地缘政治危机 还有气象危机 在四川可能感受的强烈 你们去看阿联酋 去看这两天的清远 看看早晨十点钟 暗无片子的样子 气象危机 其实气象危机 我的好朋友 北京的好朋友 他们已经写报告给 我可能今年被遭遇 百人一律的 云动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开始思考良心 我不是地缘头 地缘头的建议 不去下去 第三个可能会爆发 新的一轮的大型的传染病 是不是生物战 不太好说 但担心 怕现有的状况 叠加地缘政治 形象 有生争 那么 可能会出现的 这个乱的情况 会比较严重 当然 天下大乱是美国人 最需要的 因为它有利于美国人 完成转身 美元充值 那么 我为什么说 未来可期 因为 有你们 所以才未来可期 我是想 AI人工智能 开始了 另外 我不是一个神学国家 刚才 同学介绍我是个网红 其实我没有网红 我国是这么个结构 大概有问题的人 是200万左右 怎么说他们都听话 非不听话 反复教育 还有听话 有200万人 有政府 官员 有经营机构 有企业 大概200万人 他们 还好办 但我国又有两亿 非常优秀的人 现在做的 还有 我国现在差不多 有两亿 一个多亿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个多亿的 在 基层从事 各民企业 民主 还有 政府公务员 大概两亿人 已经是中产阶级了 这两亿人 已经是中产阶级了 还有12亿人 处在改变过程中 但我国这两亿人的结构 非常恐怖 还有2000万 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还有2000万 货币车司机 就是他那个生产和能力 和思考能力 让我们感觉到惊讶 什么意思 300年前 第一个建立工业化的国家 是英国 人口是千万级别 100年前 建立工业化的国家 是美国 是上亿 现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收过多 是10亿级别 人类没有经历过 一个10亿级别的人口的国家 完成工业化 并且变成这个地球上 对发展的国家 并且完成这个世界的制度 这次没有想到 而我国 因为这两亿优秀的知识分子 思考者的存在 我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 包含我在内的这两亿人 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 和思考者是有担当的 所以我们对未来 当一批非常有担当的人 碰到AI人工之中 我不在新制生产 业和新制生产关系上的进化 将非常的厉害 被做得非常的好 虽然代表有千辛万亡 但我们对未来 充满信息 我讲新学课的时候 我总结了三段 一段是主体性 适应性和创造性 新学就是要解决性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 是正心一中修身一和 我刚才讲 有违法和无违法 为什么是正心一中 我开玩笑说 蒋介石如果叫蒋正中 他就赢了毛泽东 他叫蒋公正 他就赢不了毛泽东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从无中正 正是个动词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那颗心 跟上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正是一个新学里面 最基本的修为 修身以后 你永远不要抱怨生态 自然生态的变化 你改变不了 设备生态的变化 你改变不了 请修身 请调整自己 适应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来构成你自己的小的环境和生态 这是基本的 基本的法 正心一中修身以后 是我概括 最后一句话 以无间入有息 无间就是无间道的远 有息就是缝隙的息 如 你就是一块碳 但是在高压之下 你练成了金刚石 你就会划破一切 对方就算是个石头 他也有放弃 有间入有其 是心血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就是以此 而战胜所有的敌人 王阳明也是以此战胜所有事 送给大家 作为最后结束的一个结束 好 我今天就讲奋多 非常感谢大家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我再次致以谢意 最重要的是 希望今天的讲课 能有所启发 可以出考 走好以后 第九运的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當然 谢谢 değ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